如今明星们玩个跨界已经不是什么稀罕式 男明星大家都跃跃欲试做起了导演 而女明星们则发挥了自己爱美的天性 在时尚领域做的是风生水起 10月21日一场有关四库和张绍涵的品牌新品发布会 在苏州举行 张绍涵 四库营销增长官 人冠军等齐齐亮相助阵 这可是咱们女神张绍涵从一以来 首次担当联名款服饰设计师哦 而女神也是发挥了平日里穿搭的一些秘诀 在黑发 网纱和金属 机车的多重元素的质感碰撞下 张绍涵穿着新品将萝莉的天真 与小女人的性感完美演绎 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私底下还蛮喜欢很舒适的一些装扮 所以我会觉得舒适跟品质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品牌上面 不管是在一个布料材质 我们都很花很多的心思去研究 到底穿在身上 甚至是好多身边的工作伙伴们都要尝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很舒适 这是我们品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那我自己私底下 我也是大概喜欢像这样的装扮 其实有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 到底要怎么样子穿才会漂亮 可是如果 谢谢 可是如果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连想都不用想 你就把一些单品全部放在身上 那这些单品的一个结合 你可以马上感受到时尚感 这一次跟四库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觉得因为平常自己都有在关注时尚的生殖品 所以四库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再来是因为四库一直都非常支持中国原创的设计 这是我觉得很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 女神的时尚态度很有道理啦 确实穿对大伙来说可是很重要的 而女神张上涵有了这次的经历 她可说了 以后也会多多尝试呢 我自己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对于设计这件事情 也许我可能不是科班立业的 但是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想法跟理念 那这些想法跟理念也来自于 平常真正有趣 注意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 你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 这个品牌专属的一个特色 这个联名款的独家的秀卖天台 刚才我们上台也送出了这个奖品吧 我今天加一个棒好吗 我们就送一下 有了在新领域的创新 老本行唱歌 女神怎么会落下呢 接下来可就满满都是演唱会呀 新专辑呀 新综艺的安排了 这一次就是因为演唱会其实蛮多场的 就每隔五天就是有一场演唱会 所以时间几乎都是在演唱会上面 2019年会是海外的旅程世界巡迷演唱会 那在中间的过程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包括一些综艺节目呀 接着上来 就接着上来还是会有一些综艺节目上面的一些部分 大家会看到 还有专辑的部分也当然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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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来伤害牵手 来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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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娱乐女神太棒了 苏州老大 爱就在心中 相信就是永远 这世界很酷